间歇性断食或者断食的时候 你每天需要多少的碳水才能够生存 那我们经常听到说碳水化合物非常重要 我们要从这个碳水化合物当中才能够得到能量 还听到说我们的大脑如果没有了葡萄糖就不能够正常工作了 这个大脑需要葡萄糖所以我们需要碳水 因为碳水是转化成葡萄糖的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那如果这样的讲法是对的 那么我们每天需要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呢 而且在我们这个进行断食期间 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又从哪里来呢 今天我们会一个个击碎这些留言来告诉你事实的真相 所以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说 哎呀你这个断食了之后大脑就没有能量没有燃料了 不行的 你听我讲了后面的道理 你就可以放心的回答他了 好在我们断食的时候我们没有吃进去任何的碳水 所以也就没有任何也就等于说也就没有吃进去葡萄糖 啊 那么当我们身体里面的糖源都消耗光了消耗尽了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葡萄糖是从哪里来的呢 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啊 流传已久的留言 他说这个碳水是首选的燃料 啊我们这个网上啊书里面啊很多地方都说啊 碳水是优先的首选燃料 是身体首先会去去使用碳水 因为这种讲法被反复重复了 在许多地方重复了好多遍 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啊 真的就是碳水是首选燃料 但事实真相呢 事实真相不是碳水 并不是我们的首选燃料 我们的身体 它具有非常强的适应能力 你给它什么 它就能够接受什么 你给它什么燃料 它就能够用什么燃料 也就简单的说就是 有啥吃啥啊 就像那个原始人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必须要有碳水 那这个讲法就是错的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人类啊 就像那个原始人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原始人哪里来的碳水啊 他们往往只有在夏天 或者说秋天的时候 才能从那些果树上啊 采一些果子 或者说搞一些那个 挖土里面挖那个根啊 筋啊 块啊 那些植物 挖了才能够吃一点碳水 那很长的时候 比如说你在一个大冬天 在漫长的冬季 这个原始人你从哪里去搞什么碳水啊 也就只能打一些动物啊 把这个动物啊 能够吃一个一个冬季过冬 大部分是这样的啊 如果啊 像某些人说的啊 身体必须要碳水 没有碳水不行 那我想那些原始人到了大冬天 全都要饿死了 大东西 大冬天的时候啊 一片都是雪 啊 那个植物什么的 早就已经不长了啊 也没有拿树上 也没有果子了 哪里去吃碳水 所以 我们的身体 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你在有碳水的时候 在夏天 秋天 那吃碳水 身体可以接受 在冬天 或者某些地区 根本就没有碳水的 你就光吃这个肉啊 动物的肉 那个身体也能接受 所以叫做 有啥吃啥 就像那个原始人一样的 然后这个身体 碳水也不是 它的首选燃料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说 碳水是首选燃料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不是说 我们的身体 会首先去燃烧碳水 并不是 我们的身体会首先燃烧碳水 而是我们的身体 它是需要首先去处理碳水 为什么呢 因为碳水所转化 变成了这个血糖 它对人的这个大脑 和对身体组织 是有毒性的 这个血糖太高 对身体组织 对大脑 各方面都是有毒性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 必须先要把这个碳水 处理掉 先要去处理它 以免呢 让这个毒性 在身体里面 发展得太严重 所以呢 处理这个碳水呢 就是把它变成葡萄糖 然后葡萄糖 再把它变成这个 这个脂肪 存储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把身体里面 这个血糖给降下来 不要让血糖那么高 因为血糖太高 对身体是有毒性的 所以身体遇到碳水来了 我先把碳水给解决掉 以免这个碳水 导致了这个血糖太高 对身体产生毒害和破坏作用 大家可能经常听说 得了糖尿病的人 他就是因为血糖高嘛 他得了糖尿病 然后他常常会导致 失明眼睛瞎掉 有的是肾脏 肾脏会坏掉 还有的是人的这个神经 神经上 神经 身体里面的神经会出问题 甚至最后要把这个节肢 把手手截掉 把腿截掉 腿截断掉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血糖 血糖高了之后 它破坏了身体组织 它是具有毒性的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 你吃进去了碳水之后 身体会首先 需要把这个碳水 葡萄糖 血糖 这个东西先要处理掉 它不是说 它主动的去优选 并不是碳水 是优选燃料 它是没有办法 这个碳水 血糖会产生毒性 所以必先把这个 会产生毒性的东西 把它处理掉 把它变成脂肪 或者把它花掉 把它用掉 这样子就让这个 毒性降下来 这是身体 遇到了碳水 它不得不这样做的 办法 但是没办法 否则会产生毒性 所以身体不是 这个碳水 不是首选燃料 不是要首先去 燃烧这个碳水 而是把它要转化 把它转化成糖原 然后再转化成这个脂肪 先把它给处理掉 解决掉 因为它是个问题 它是个麻烦 好 第二个留言说 碳水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的大脑需要 这个葡萄糖 所以这个碳水 就必是必须的 它能够提供能量 好 那么什么是必须 什么是必须 必须就是说 你的这个身体 不能产生 不能自己产生 这个物质 你必须要吃这个物质 如果你不吃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会死 这就是必须的 那比如说 我们举两个例子 这个碳水 它不是必须的 有什么是必须的呢 比如说 必须氨基酸 身体里面 有一些氨基酸 它是必须的 有些氨基酸 身体是不能自己产生的 它必须从食物里面摄入 所以叫做必须氨基酸 以及还有叫必须脂肪酸 这个是必须的 这个氨基酸 氨基酸 它就是组成蛋白质的 这个一个各种各样的 二十几种 这个氨基酸 它是组成这个蛋白质的 那么这个东西 你必须是要 经常的要去吃这个东西 如果身体里面 缺少了这个氨基酸 身体就不能够合成蛋白质 那你就有可能会死亡 那这才是必须的 但是据我们所知 必须氨基酸 必须脂肪酸 这是有的 但是没有一个叫必须的碳水 没有这个叫 没有必须的碳水 如果你认为我讲错了 或者你有其他的资料 证明是有必须碳水的 那我欢迎你 你把你的资料 链接文章发给我 我会非常高兴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必须的碳水 这么个说法的 好 第三个留言说 大脑是只能使用葡萄糖 这个大脑 是必须要有葡萄糖来工作 这个是对的 而且这个大脑 它在使用的能量的种类上面 也是有很多的限制 它不像身体的其他部分 可以使用各种能量 因为大脑呢 它有一个脑血屏障 这个脑血屏障呢 它是因为有这个脑血屏障 所以一些蛋白质啊 还有那些脂肪酸啊 它是不能够穿过这个脑血屏障 进入到大脑里面去的 所以呢 大脑它可以使用了 这个能量的来源 它的种类呢 确实是受到限制的 种类选择的比较少 但是葡萄糖不是大脑的 唯一的能量来源 当人这个碳水受到限制 碳水受到限制的时候 人的身体就会切换到一个去使用脂肪的这个模式啊 燃烧身体里面的脂肪去碳水 吃了少 它就会切换成使用脂肪这个模式啊 使用脂肪这个模式 它会通过这个身体的代谢 身体的代谢 它会产生叫酮体 这也就是那个 生酮饮食里面经常讲到的一个叫酮体 所以如果你是选用这个生酮饮食 或者人的身体进入到一种生酮的状态 再或者你是在这个断食期间啊 那你的身体会去切换到这个使用脂肪的模式啊 它就会身体会通过同体来供应能量啊 会产生同体会通过同体来供应能量 然后在这种状态下呢 大脑75%的能量是由这个同体提供的 可以来自同体 所以呢前面这个讲的啊 葡萄糖确实是大脑需要的 但是呢它可以啊 跟这个同体混合着啊 这个碳水 它可以只提供剩下来的25%的能量 然后有75%的能量啊 由这个同体来提供 然后碳水呢只提供啊 剩余的这个25%的能量 它可以这样子混合的使用 而且呢还有研究表明 当然这个大脑 它是处在一种这个碳水和同体 混合供应能量的时候呢 那你这个大脑的工作效率 大脑的表现啊 它是更棒更棒 也就是你它的这个思维啊 记忆啊各方面都是更棒的啊 比这个比这个全都依靠碳水来供应能量呢 这个表现更好 好我们呢 把这些的留言呢 大概的都讲了一下啊 那么我们这些讲的东西呢 你可以到网上去查 去验证去检验 也可以到这个医学的 这个生物学的这个教科书里面 去印证 看我们这个讲的是不是对 你会发现 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啊 没有什么疑问的 因为事实它就是这样 好 那么我们的大脑 它到底需要多少的这个碳水呢 因为我们讲过了 这个大脑它是需要一些碳水 需要一些葡萄汤 需要一些碳水的 那么是多少呢 到底这个大脑 它只占到你的全身体重的2% 但是它却要花掉你 所有的能量的20% 也就是要花掉 大约20%的卡路里 好 那我们就假设 你这一天要 身体需要这是2000卡的 这个卡路里的热量 我们就用个整数 比较好算一点 那么20% 乘以这个2000卡 那么就等于是400卡 也就是说 你每天你的大脑需要 400卡路里的这个热量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 这个有25% 必须是要碳水的 那么这个400卡的热量里面 有25%必须是葡萄汤 那么也就是乘一乘 算下来就是100卡 100卡必须是葡萄汤 也就是碳水功能 好 然后呢 一克葡萄汤 一克葡萄汤 能够产生4个卡路里 一克葡萄汤 产生4个卡路里 所以100卡路里呢 就是需要25克葡萄汤 好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 我们每天大概需要的 大脑必须的 使用25克的这个葡萄汤 那么根据不同的 这个这个蔬菜植物 东西不同 它的葡萄汤含量呢 有高有低 那么葡萄汤含量比较多的 那你吃个25克30克也就够了 葡萄汤这个含量比较少的 里面或者其他的东西比较多的 那么你再相应的多吃一点就可以了 那比如像这个土豆啊 这个红薯啊 它里面大部分 一整个全都是定粉啊 大概也就基本上也都是定粉啊 它最后也基本上 也都是会变成葡萄汤 所以的大概就25克30克也就够了 那如果你是吃的是那个 那个绿叶菜啊 那种就是或者那种 不易消化的那种绿叶菜啊 什么是芹菜啊 水禽啊这些 那可能里面的葡萄汤 肯定就比较少 那你计算的时候 自己心里有数 好 讲到这里呢 差不多要做一个 这个终结了 因为 如果你是这方面的一个新人 讲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我这个已经擦掉了 已经把你的脑子 已经装得有点满满的了 那可以了 不要再往下听了 因为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再讲了一半 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个更深入的一层 更加 更加复杂 更加搞脑子的 一个比较高阶的 还是继续讲这个碳水 继续高阶的 要讲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25克的碳水 其实也可以不用从食物里面每天摄取 因为我们的身体 在以前 你以前肯定也吃过碳水 还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么你这个碳水被消耗了之后呢 你这个身体还有一些功能 可以把你这个碳 重新把其他不是碳水的东西 再变成碳水 再在你的身体里面循环利用 这个叫糖制一生 或者叫糖制新生 它可以重新产生葡萄糖 那么这个呢 后面 如果你是新人的话 那么后面你可以一下子消化不了这么多 那么你差不多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们把后面这个更加高阶的 更加深层的这个内容呢 放到第二集来讲 以免一下子讲了太多 会把你脑子搞混掉 所以基本上到这里 我们就是第一集就结束 第二集 如果你是达人 觉得这些东西很能够 很轻松的就结束了 你还想要继续深挖的话 那你欢迎收看我们的第二集 继续深入的讲 这个身体是怎么自己产生葡萄糖 从其他不是葡萄糖的东西里面去产生葡萄糖 然后去提供给身体需要 好 那么我们第一集就到这里 想要继续深入的 可以看我们第二集 好 觉得已经差不多 脑子已经装满了 那就到这里吧 好 再见